最新情报显示俄罗斯的大军 准备随时入侵乌克兰了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 三三经纬点评又到周一 我们见面的时间掐指一算 已经即将进入2022年 2021我们叫say goodbye了 当然今天奥克兰的外面天气是春暖花开 风和日丽 但是各位可要知道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界 现在却是非常的寒风刺骨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战火一触即发 双方紧张气愤诡诀 那简直是难以预料 双方20万大军 大家都不知道 未来的2022年会不会打那么一仗 但是你想想看现在的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边界 到这个月份 下着雪 吹着寒风 随时准备要战斗了 部队都准备好 大家都在做谋权查长 准备一下命令就要开打 那种心情难以预料 但是在最新的美国情报机构 向美国总统拜登报告的时候说 他们这个从情报机构搜集的资料 发现现在俄罗斯甚至已经动用到民航飞机 跟民间的铁路运输设备 开始运送军用物资 前往乌克兰的边界 那乌克兰的边界 其实俄乌边界还蛮大的 那当然有这个 比如说北边的 还有东边的 还有南边 克里米亚这边三边 俄军第80集团军跟第二集团军 还有什么第70几 76什么空降师 全部都就位 全武装都已经定位 大家都准备要开战了 那更厉害的是俄国 俄罗斯 已经把这个边界 他们其实大概现在情报机构 显示大部队 大部队 从空中的大部队 大概百分之 应该说大部队 大概百分之90 就已经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边界 大概30公里的附近 这个基地 从空白卫星图上就看得出来 大概距离30公里 30公里很近了 那些装甲坦克过去 就是二三十分钟的事就过了 对不对 就打进去了 现在在这边大量集结 更不要说它的后勤 这整个供应链 现在已经供应线 已经建构完成 因为真的开打之后 那个弹药 粮草 粮食 对不对 还有燃油 这个坦克车 装甲车这些要油 要源源不绝往上送 那商兵要往回后送 这个一去一回 这个后勤补极限至关重要 但俄国现在全部建立好了 它不像过去 在四月份的时候搞军演 对不对 因为六月份那时候 美俄领导人要在日内瓦见面 那当时在四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搞过一次演习 演习就跟作战不一样 演习就说我们带着这些装备 对不对 油 蛋 药 粮草 我们就去演习 演习完就各自回营 但那一次是演习完没走 就留在俄乌边界等六月的谈判 所以就看得出来 当然那是当时为了谈判筹码 谈判制造筹码 好 结果日内瓦见面 实际上那次见面的结果 虽然表面上看得出来 美俄领导人好像是相谈甚欢 但其实是隔空交正一番 没有结论 因为那时候拜登是气势如虎 我各位还记得 上任总统后第一次出国 先去英国G7 对不对 开了一个会 简直是要成为 重新成为世界盟主 那种地球球王那种感觉 接着又到了北约 布鲁塞尔总部开会 你看北约军事力量 对不对 又摆明了 你看我这美国回来了欧洲 接着到日内瓦 你看前面铺垫什么 准备筹码 他也在准备筹码 对不对 他搞不好去日内瓦的时候就跟普京说 你看G7都是我哥们都已经停我了 北约我也搞定了 你就乖乖的 对于乌克兰这件事情就不必坚持了 我已经准备把北约 北约就扩东扩到乌克兰 乌克兰就成为北约的一份子 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定了 应该是这样讲 但普京在会后6月部队撤了 各位注意到在9月份的时候 部队就开始慢慢往边界来了 到了10月份的时候 就连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他都按捺不住 美国都有情报 美国没吭声 想着不对劲 6月不是见过面吗 9月就开始又回头加码 理论上各位都知道 在用兵一般都会有考量 就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 什么时候最有利 一般来讲 像我们如果是住在比较南方的部队 最怕冬天打仗 对不对 你要去北边供人家冬天 那个是下下之策 因为士兵他常年生长在比较温暖的环境 对不对 你一下打到北边 那个身体会受不了 当然微妙就在这个地方 9月的时候是即将进入冬季 俄国俄罗斯就开始调动大军 靠近乌克兰 实际上就是知道 在未来的这一个冬天 我决定要跟西方联盟摊牌 解决北约东扩的这件事情 要解决这件事情 因为从历史看 这个战术真高 从历史看 各位知道当年 当然有很多人打过莫斯科 但近代史当中 大家都认识了 拿破仑 拿哥 还有希特勒 希哥 这两个人都吃BA了 为什么 冬天 被冬天打败 其实说穿了 不是被俄罗斯打败 也不是被苏联打败 是被冬天打败 你想想看当年希特勒 对不对 散电战术打到那个已经要 斯塔林格勒都要进去了 都要到莫斯科了 那拿破仑也是一样 但最后都被谁打败 冬天打败 所以普京知道 冬天就是我们俄罗斯人的一张牌 对不对 天寒地冻 你不要说 这个打仗不像大家去度假 对不对 躲在那个酒店里面 吹着空调 暖气在那边 很舒服 那个都荒山野岭 对不对 可能早上吃了一顿 晚餐还不知道在哪里 打仗 你怎么可能火服兵跟着你跑 你只能很干凉 那饥寒交迫的时候 那种环境对士兵的士气影响很大 那当然来讲 俄罗斯这次来的可都是精锐部队 他那种有点叫做 营战斗 就是加强战斗营 那种营级为单位 他一个营为单位 这一个营大概900个人 那这个营跟过去的 比如说以前作战概念 大陆军的时候那种传统 我们稍微讲一下 一个师里面有很多营 比如说我有工兵营 我有炮兵营 我有什么营征收营 什么营什么营什么营 每个营都各有任务 我一个师大概编制1万个人 好 但俄罗斯就在想 这种编制有缺点 1万个人 有的时候有一些战争 在小区域的区域上面 你要把不同单位的人 去综合起来去打这场仗 比如说一个渡河战 你要在这个师里面调工兵 你要协同其他的 比如说爆破的什么 还有这些炮兵 这个资源 还要步兵去冲锋 太复杂 所以后来近代的俄国的战略部署 叫做加强战斗营 就所谓的加强营 里面900多个士兵 三个连 大概有多少 他们里面有炮兵 工兵 还有坦克 他不是很多 但他这个组合归一个指挥官 这个指挥官下面是全军种 就像一个缩小的师的概念 对不对 他900个人你很好灵活调动 打一场小型战争 错错有余 他甚至现在在加强营里面 还有无人机配备 所以足够了 比如说我打一个桥梁 要抢这个桥对不对 去把它拿下来 900个人去够了 然后他是全配备下去 最近俄国在战略部署上编制之后 最近国防部长邵谷夫说 邵逸夫说他们有168个加强营 这一次调动了56个加强营 来到了乌克兰边界 就是准备要打的时候 他900人一个单位进去 对不对 因为他战线蛮长的 他不是只有在一个点 对不对 他有在我刚刚讲北边的 东边的还有南边 这个克里米亚这边 他是全部分散开 进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可以有一个 非常有效率的前进 2014年的时候 乌克兰政府军 被他们号称那些叫小绿人 打得稀里哗啦 就是因为对方来的就是加强营 为什么叫小绿人 因为那时候进入乌克兰的俄军 把身上的什么背章 关接什么标志全拔光 就是全身 就是一套绿衣服 军服了 没有任何徽章 没有任何国徽什么阶级 全部都拿掉 就打进去了 所以那时候乌克兰被打得稀里哗啦 西方就戏撑 乌克兰政府军碰到了小绿人 很厉害 打得很凶猛 然后这些人都蒙的面 全身上下就是绿的 什么都没有 很会打仗 就这样 所以这一次掉了56个加强营 看起来普京是准备 不是跟你在那边忽悠忽悠 这个白白正式 他就是真的要告诉美国 我对于乌克兰的问题 我有决心 因为理论上来讲 因为这个也是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了一个要件 这个条件是这样讲的 虽然最近美俄领导人刚刚见过面 这一次俄国外交部发的这个文 讲得很清楚 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有五个条件 这五个条件基本上最终要低 不准北约东扩了 乌克兰不可以变成北约的成员国 然后还有在这个地区的演习 规模不能太大 大概只能到所谓的就是10级以下 小规模 你不能给我搞10万人大演习 大概几千人还可以接受 而且演习的范围要向后退 对不对 甚至不能再给乌克兰武器什么什么 总共大概有五个 简单的讲就是把这条红线 我给你画出来了 很明确我画一条红线在那里 如果你今天不答应 那我们后面就没得谈 我不再跟你讲什么 你要我撤军 我跟你在那边 为什么 因为普京讲了一个点 他说实际上在当年美苏冷战结束的时候 这个美国跟这个戈尔巴乔夫 当时达成一个协议 这个口头协议是这样 虽然没有签什么文件 他们的口头协议是这样 冷战结束了对不对 那我们美国这边说我们也克制 在这个范围 我们大概距离会保持一定的驻军 因为最多的时候 美国是在27个欧洲国家当中 18个国家驻扎有部队 当然来讲 美国是希望为了让 后来的苏联瓦解之后 俄罗斯不要担心 说好 我会保持克制 我会距离 然后当时不是有个叫天空协定 最近俄罗斯说我退出 天空协定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俄罗斯要允许美国的侦察机 进入俄罗斯领空 看看俄罗斯有没有什么 做什么战争的准备 美国也要开放天空 让俄罗斯的侦察机飞进来 看看美国有什么 那就有一点像坦诚相见 开诚复工的味道 好 没想到这个事情随着特朗普时代 到现在拜登 北约东扩这件事情是越演越烈 对不对 当然现在泽连斯基前两天 还去跟土耳其买无人机 攻击在有争议的顿巴克地区 去攻击 这个更让俄罗斯觉得说 好 你现在开始要跟我玩大的 那到底这个要玩到什么时候 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 为何如此紧咬不放 其中有一个秘密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告诉大家 一会儿见 最近周一跟大家见面 那在这边顺便预告一下 因为现在是即将进入 这个西方的圣诞新年假期 在这个礼拜五天 我们还会坚持继续做节目 各位放心 我们挺敬业 因为最近各位看到 这个城里面都没什么人了 大家都去度假 但是做媒体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坚守岗位 对不对 努力做好 看到后面绿叶 这感觉心情就很好 这边这边这边绿叶 感觉截然的两个不同世界 那当然为什么 这个普京对乌克兰 如此如此这般的在意 当然就近代史来讲 很多媒体大概讲近代史的时候 都是认为这个北约东扩 是最重要的要件 然后现在是因为 这个中美俄之间的三角关系 这个轨决多变 大家都希望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但如果有看一下历史 你就会知道 实际上在这一片土地上 大概如果要追溯 它就像一部连续剧 大概在七八百年前 这场戏就开始演了 演到今天还没完 还没完 这连续剧 很长的连续剧 实际上真的要讲 大概在九世纪的时候 莫斯科这边建立一个叫基辅 那边是建立一个莫斯科公国 那实际上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大概要讲到在一二 我看一下时间是一二五三年的时候 最近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国家 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 立陶宛对不对 那立陶宛在波罗的海当中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国家 实际上立陶宛最近跟中国的关系 让大家觉得这立陶宛怎么样怎么样 很生气嘛 对不对 实际上立陶宛 当然后面现在是有大国的身影 但是从历史来看 那立陶宛这个实际上在12 大概13世纪的时候 他曾经称霸欧洲 东欧当年的乌克兰也是他的 因为当时在这个一二五三年的时候 有个名道家师 是立陶宛的大公 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天主教 所以不能叫国王 只能叫大公 然后他就来到这里建立这个国家之后 实际上他们更早祖先是从北欧过来的 过来之后他们就在看 在这片土地上怎么要做大 对不对 看看乌克兰这一块 乌克兰实际上就在旁边 那乌克兰的特色就是基本上 乌克兰是一个土壤非常肥沃的一个国家 乌克兰的土地都是黑土 所以当年在这个苏联时代 乌克兰等于就是苏联共和国的粮仓之一 很重要的粮仓 那乌克兰这片土地很肥沃 对不对 所以立陶宛大公国当年就扩展 把乌克兰这一带就拿下了 拿下来之后 甚至到了现在克里米亚黑海这一带 全部都是立陶宛的地盘 那时候在莫斯科上面这边 莫斯科公国当时还不成气候 真正的当时在大概12到13那几百年 12世纪13世纪大概到14世纪 整个东欧的重心在哪 在现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看到基辅这个地方 基辅过去这边上面是白俄罗斯 那边是立陶宛 下面这一个点是克里米亚 所以地理位置各位先看一下 我们就要讲 那当然从地图上就看得出来非常清楚 莫斯科实际上各位可知道 立陶宛人当年打进莫斯科三次 打进去三次 不是只有希特勒跟拿破仑 立陶宛人打进去三次 那当然立陶宛当时看中的就是乌克兰的这片土地 所以乌克兰它实际上它的除了战略位置 因为我们讲过俄罗斯一直想要出海口 北边对不对 立陶宛这头太冷了 那那个远东地区的这个叫海参围 那个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要经过西伯利亚 那最棒的地方哪 就克里米亚就在黑海 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至关重要 那随着现在西方不断的在挤压挤压挤压 其实这十年来一直在挤压 不然2014年俄罗斯不会突然发动这个部队 但是他说就小绿人进入克里米亚 实际上是已经有那个氛围 就是乌克兰的亲欧派希望加入北约 那换句话讲这个北约东扩 美国的势力就来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 这件事情是普京不能答应的 所以2014年二话不说 小绿人出动拿下克里米亚搞公投 对不对马上建立这个等于是 这个等于国家嘛 就等于是现在他们叫分裂主义 但那边是公投出来的 反正这个地方就产生了矛盾 那另外一半他们是比较亲俄派 那当然现在这个局势的发展我们就讲 当年俄罗斯他实际上你如果看历史 他也是被大家打得完的了 对不对 所以他当年都不成气货 当年比较厉害最早大概我刚刚讲 大概1253年的时候 是立陶宛明道家师 但当时后来有一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有个叫条顿歧视团 这些人就是日尔曼人的一支 其实这个十字军东征也有一点意思 简单讲不管是条顿歧视团 医院歧视团还有圣十字歧视团 对总共有三个 总共这三个歧视团 打现在以色列这附近圣城打进去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什么成果 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些歧视团当年来的时候 后面还有个原因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 更肥沃的地方能够去统治占领 他们打到圣城耶路撒冷之后 发现这些地方实际上挺荒凉的对不对 就在这时候发现匈牙利跟条顿歧视团说 我们这边需要一些人来给我们防卫防卫 你们有没有兴趣 听说条顿歧视团就去了匈牙利之后 发现这个地方太好了 从此就留在那边对不对 后来当然条顿歧视团跟立陶宛 什么这边打来打去 斯拉夫人也进来 最后当然演变成今天的局面 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缘地理位置 是对俄罗斯人来讲太重要 所以虽然今天乌克兰看起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现代史来看 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圣殿歧视团 我想起来了 什么不是实际上圣殿歧视团 好 但现在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这些区域当中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这是让普京觉得说 我一定要守住乌克兰 现在甚至有很多说法 说到底乌克兰问题会演变成今天 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实际上这个就回到近代史来看 美国在整个这20年来 平良心讲对欧洲的影响力 每况愈下 尤其在美苏冷战之后 当时美国的战略进入了中东 想说苏联的威胁没了 对不对 我重点当时放眼中国还不成气候 好 那怎么办呢 那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最有利益的地方就是能源 那在哪 在中东 所以美国当时把大量的军力投在中东 好好进行中东 不让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插手 所以美国的力量扎根很深 在中东地区 满长一段时间 但随着时间发展 中东的问题起到了剧烈的变化 尤其在阿富汗的之后 历届总统发现 中东代价很大 你要在中东称霸 这是有代价的 因为信仰的问题 对不对 不是那么容易把这些中东国家都搞定的 乖乖的收在你的门下 所以这个时候 欧洲长期忽略之后 他发现普京执政的时间慢慢 普京是一个应该怎么讲 他是一个可以全盘规划 阻断施工的人 他有一个大的计划 但是他是一步一步一步去努力 他不急 但是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 所以他在欧洲的问题上 他也有软的时候 比如说他可以跟德国保持很紧密的关系 甚至透过天然气的贩卖 跟欧洲做一个经济捆绑 这普京他并没有很大的野心 说我要准备并吞欧洲哪些国家 但是在美国整个棋盘上发现 中东已经不是重心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原来不是重心的 两个区变成他的焦虑 一个是亚洲的中国 一个是欧洲的俄罗斯 所以各位注意到这些年 美国总统从欧巴马开始 慢慢慢慢把这个重心就要往两头移了 一边去亚洲对付中国 一边来到欧洲对付俄罗斯 普京看在眼里清清楚楚 都很清楚了 对不对 你到底美国的战略在变吗 对不对 那当然来讲 乌克兰东扩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美国去踩了一条红线 乌克兰本来相安无事 各位应该还记得在今年初 布林肯大概也就在4月左右 布林肯突然就跑去乌克兰 跟乌方签订了一个什么 战略合作协议升级版 开始军援 乌克兰又是巡逻艇 又是弹药 又是反坦克飞弹 就不停地去 这个普京就在想 你这样子搞对不对 还把美国国民警卫队 就是民兵美军派到了那里 去训练乌克兰军队 更不要说这些年陆陆续续 军援大概20几亿美金给乌克兰 但乌克兰坦白讲贪污腐败 对不对 这个里面纪律散漫 听说还有刚刚援助到的美制武器 今天到货 明天转手卖掉 对不对 这个部队非常散漫纪律 怎么打仗 这将来都是问题 但问题是阿斗很难扶起 但问题还是要扶 好 普京就在想 你们美国这样搞 乌克兰早晚变天 变天之后 就是在我家门口 各位知道莫斯科刚刚看地图 距离乌克兰很近 对不对 如果你想想看你都在那边设有重兵 飞弹什么 那设过去到莫斯科 那这不是非常近吗 所以你看当年 有些人说古巴飞弹危机 是苏联的错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 美国当年在意大利跟土耳其 也做了飞弹基地 对着哪 对着苏联 对不对 苏联发现了以后 才说你在意大利跟土耳其 土耳其黑海 一过来就打到苏联 对不对 意大利也不远 地中海也可以打到 所以才跑去古巴 做飞弹基地 不是最后两边说协议 通通拆掉 不是说苏联怕美国 美国也说我撤 你也撤 好 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 美乌在跟俄罗斯的角力 可能还会一段时间 当然如何化解 当然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 不再派美军完全的撤出 才能够解决 俄乌边界的矛盾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时间 共同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